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梅子看电影 近日由杰瑞德莱托主演的《莫比亚斯暗夜博士》发布了全球首制预告 本篇是一部起源故事 讲述了反派莫比亚斯是怎样变成吸血鬼的 作为一个重病缠身的孤儿 他非常励志地成为了一名荣获诺贝尔奖线的生物学家 一直在思考着怎么拯救自己 在这个过程当中 莫比亚斯企图用定期疗法以及蝙蝠来治愈疾病 最后虽然病治好了 身材上的变化基本等同于美队注射血清的前后 并且他拥有了蝙蝠的超能力 惠妃还能够通过毁生定位 但是莫比亚斯变得跟蝙蝠一样非常适血 让人非常惊喜的是 从预告当中可以发现 本篇跟蜘蛛侠电影《宇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就是 墙上的蜘蛛侠鸦 其次就是预告片尾出现了《蜘蛛侠英雄归来》里的反派秃鹰 本篇的制作团队 之前打造过《毒液》以及《蜘蛛侠》系列 所以应该会将这样一个反派人物塑造得非常有魅力 而主演杰瑞德莱托的演技完全不用愁 凭借着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一举多得奥斯卡以及金球奖最佳男配等重要集奖项 而他最为人称道的就是多次为电影改变体型 并且他非常符合漫画里面《莫比亚斯》的形象 不少影迷表示 48岁莱托少爷的不老神话 就跟吸血鬼一样 所以他应该是最适合出演《莫比亚斯》的人 本篇将于《蜘蛛侠党》7月31号上映 跟《毒液2》相差两个月 不得不说 蜘蛛侠电影宇宙真的是来势凶猛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